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麗麗 在大阪的衛星運圖 可以記得到 今天受到高空反氣船的影響 所以沿岸地區 以至南海北部 整體雲量都是相當少的 我們今天都會見到好好的陽光 日出之後 我們在維港網站 都會見到天色是不錯 而至於氣溫方面 在今早早6點 各區的氣溫 普遍就是介乎在27至29度之間 我們預計今天都會見到好好的陽光 所以去到日間 天氣都會是酷熱的 在這裡提醒大家 現在酷熱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的 所以大家就要補充足夠的水份 慎防中暑 如果身邊就有長者 或者長期病患者的話 大家就要提醒他們 要注意身體的狀況 也要多些關心他們 而至於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這樣的 就是大致天程 各部地區會有一些日著雨 日間會是酷熱的 市區的最高氣溫 會上到33度左右 而新界就再高2、3度 風方面就會吹和喚的西冷風 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預測會是12 強度是屬於極高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防暑、防曬 而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就預計未來幾天 會繼續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 所以天氣都會持續的酷熱 天氣方面就會大致天程 但局部地區都會有些罩雨 今天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一日 再見